哈囉大家好我是Royal的頻道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全新的修羅場活動 那下禮拜三會登場 那會有一個全新的BOSS吸血機 那我們接下來要為大家介紹這些活動的更詳細的東西吧 首先是指定模組的話會有點數的提升 所以大家別忘了帶上指定的角色去挑戰 那點數越多就換到獎場就會越多 那挑戰失誤測的話也會有這個向日葵的造型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這是牛仔風的一系列造型 再來是能夠兌換的東西 這個應該大家之前都有看過 再來是比較特別是有復刻的兩個王者啦 都是之前出過的 那我們就建議大家可以換一下這個大黑天 這個是可以換的 那左邊這個就真的很少用到 所以建議大家如果真的要換的話 還是換右邊這張吧 再來是推出八仙的練技能小怪 雖然完全不知道為什麼要推這個 但是如果你要練八仙的話就可以換一下 好再來是主動技能 主動技能是一個持續的巫女 那她的持續條件是生命率要大1等於20% 她才會持續下去 那她總共有兩個效果 第一個效果是 如果說你生命力全滿的話 魔族攻擊是兩倍的 那如果說你整隊都是魔族的話 那就可以觸發到第二個條件囉 對敵方造成了3%轉成生命力 那我們這個角色卡我覺得最適合的房間就是飛影隊 一來是飛影的血量真的爆多 再來是飛影她本身就不太會回血 她回復機制沒有像幽助那麼好 所以如果說這時候你的飛影再打上這張吸血機的話 那就可以將飛影都拉到一個變態的地方 一個層次 對 因為飛影她的血量多的話 那這個生命力自然不會那麼容易到20%以下 那比較要注意的是這張卡片 她這個條件我覺得有一些可以去實測的地方 就是她到底會不會受到一些敵方技能的影響 比如說像是仙公盾 如果說你直接打打你一下就直接到生命力低於20%的話 那這樣會不會直接這個效果直接不見 那再來是直接把你扣血到一滴的那種敵方技能 這個效果會不會不見 這個都要等實際推出之後才能去實測 那我覺得這張卡片 目前來講最適合大概只有放進飛影隊裡面吧 因為其他的模組的生命力還是太少了 太容易讓生命力低於20% 所以其他模組像是八方王說不定也是 但是目前無視減傷的敵人太多了 所以我覺得最適合還是放進飛影隊裡面吧 所以如果說你有玩飛影的話 你務必要刷一下這次的 得到這次修羅場的卡片啦 以上就是關於這張卡片的我的看法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的新卡分析的話 別忘了按下訂閱的鈴鐺按下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的話也會提前送到你 那我說OK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